我们这个部分是来介绍临界点critical points它的观念 那么我们先定义什么叫做临界点呢 那么假设的话呢 F的话呢在AB上面是一个可为分的函数 可为分我们就是说第一个它基本上它要连续 而且它的话呢它是平滑的 然后的话呢C是在AB open interval中间 假设能够符合下面的条件的 我们就称为C的那点叫做临界点或者是临界值 那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为分等于零 第二个为分没有定义 这种这两种情况我们都统称C那一点叫做临界点critical points 那么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那我们就来画个图让同学了解比较容易 来我们把图亮出来看 这是一个坐标轴 来我们把它的F的图形亮出来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个图形而言的话呢 我们有几个临界点呢 所谓临界值呢 那各位同学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微分等于零的又有水平切线的 这个点我可以肯定说它微分等于零 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再过来的这个它也有水平切线 那么这个点就是所谓的C2这个点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临界点 这里的话呢是一个尖点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尖点是什么意思呢 尖点的话呢就是不可以微分的 微分没有意义的 这边不能微分 那么这个点 我们对上去 这是C3 我们从这个图上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三个临界点 也就是所谓的三个 这个值的话呢我们称为临界值 我们这个图的话呢 就能够来解释临界点发生的状况了 我们在这里的话呢举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什么是临界点 那怎么算 那么现在有一个函数的话呢 F of X的话呢 它是一个分式的函数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找临界点呢 那我们的话呢 第一步就是说 它因为临界点是跟微分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来微分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微分怎么微呢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对它微分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要复习一下 微分的话呢 如果说是分式是怎么微分呢 是底下先平方 然后的话呢 我们是轮流微分 上面微分 下面造超 上面微分是2X 然后底下造超的是X减1 中间是一个减号 然后的话呢 上面的话呢就造超了 轮到上面造超 底下微分 底下微分 X减1的微分是1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乘上1 我们就不要写好了 我们继续计算下去 好 我们看看下面 这边是X减1的平方 仍然是保持着 这边是2X的二次方 这个微分是乘开来 减掉2X 再减掉后面的X的二次方 好 我们现在看 X二次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销了 这边没有 这边就少了一个2 于是我们这边的话呢 经过整理一下 我们的话呢可以变什么呢 下面是X减1的二次方 这边是X平方 减掉2X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上面可以将X的话呢 提到前面去 X提出来 X减2 底下是X减1的二次方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看这个算式了 这个算式 这是我们的话的导函数 也就是所谓的F'X 会让它变0的数字是多少呢 X等于0 其中一个会让它变0的 还有一个呢 X减2 等于0 那就是X等于2 咯 还有没有呢 还有 分母为0的话呢 代表的是 微分是没有意义 没有定义的 它会让它变成 无限大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它是无意义的 所以第三个我们也要纳进去 于是我们找了三个值 这三个值的话呢 就是发生临界点的值 光是这样计算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能不容易了解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的图形 来我们画给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把图形画出来 这是一个两片 两片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把它的那个相对的点 把它标出来 中间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牵直的渐进线 牵直渐进线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点 这边是X坐标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坐标的话呢 这边是X等于1 在1的时候会发生的是什么呢 它的话呢 是无意义的 就是所谓的 会让它分母为0 再过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 是这里 这个点的话呢 是有水平切线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X等于0 还有一个在这边 这边也有水平切线 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到这边 这边的话呢 是X等于2 那我们注意到了什么呢 这个地方啊 这是临界值啊 它们的话呢 会造成的是什么状况呢 它是我们可能发生 相对极大 或相对极小的 可疑的发生的位置 那么对于我们的极大跟极小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找临界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找临界点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极大 我们的极大 就是我们的极大